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會往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在找靈感 找射擊的元素 那手上的這兩隻 有一隻是銀色跟黑色 他都是從大自然的一些元素來找尋靈感 那其中其他的設計元素還包括了哪些呢? 一直從HC1系列以來 從M7年8到M9一直都是一個比較剛硬 比較陽剛 然後比較清楚硬漢質感的設計語言在做延伸 但是HC1A9除了他的金屬法斯文之外 他上面還做了一個一層霧面的處理 所以剛剛我們在摸手機的時候 你會感覺他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他摸起來沒有那麼的冰冷 反而是比較有一點柔軟 有一點光滑有一點溫暖的那種質感一樣 所以讓他會有從陽剛內液到輕薄流線的設計的感覺 但是有一些創新的元素和經典的東西其實都還保留在 從法師文到案件實科文 每一種經驗都令人熟悉 我想讓你們手在摸A9的時候 大幕子有沒有摸到那個電源鍵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特色 不管你的手機是放在包包裡面或是孔袋裡面 你可以一直就可以摸得到這個鑽石切紋的波浪文 波浪文的感覺 所以讓你隨手很直覺很直覺就知道哪一個按鍵是哪裡 然後你的手機在哪裡 那手機轉到正面 你可以看得到手機的邊邊角角 他在螢幕的這邊我們這次採用的是全負面的Gorilla Glass玻璃的設計 他是2.5D的設計 什麼叫做2.5D 我們都知道2D跟3D 那你可以摸到他的邊邊角角有一點圓弧圓弧形的那種設計 就是所謂2.5D 除了平面這樣設計之外 他還會有一點立體的觸感 所以整支手機摸起來會更輕薄而且更滑順更舒服 感覺就是跟你的手是一體成型的那種感覺 看到這張照片很有趣 這麼薄這麼輕的一支手機 之前有一陣子很流行就是一個折彎測試 這個東西在這個點上我們H12小就一直都不把握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測試就是在一個定點上面 然後在上面承受了56kg的定點中壓測試 而且測試了幾次 我們測試了900多次實際使用測試之後 這支手機完全不會任何變形的 56kg什麼意思 56kg就是等於我的重量 半錢琳娜再加上一點點一顆磚頭 十顆磚頭的重量 在上面這支手機一點都不會變形 所以真的很牢固 真的很牢固 注意看我們HD程度的用心跟精神 那外型的設計攪拌了之後 我們看到鏡頭 鏡頭會設計 這次HD1 A9有1300萬相數 F2.0的大光圈 還有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光學防手震 光學防手震的功能可以讓你在 如果你也是跟舊話自己一樣 就是隨時走路拍照的時候 手就是會一直抖 然後走路的拍照也會一直抖 然後隨手自拍也會一直抖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會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你看光學防手震的差別就在一起 一張原本可能會晃到的照片 可能會晃到的照片 它會反向的去計算你的晃動速度 然後再把它盯造成一張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 有了光學防手震的功能 不管你會在白天或者是在低光源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拍得到非常非常精細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動態檢測引擎 這樣功能它可以讓色調跟自然層次分別更接近真實的目光 所以你看左邊照片 它左邊那個女生其實會有點黑 有一點色彩感覺會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多了動態檢測 它的照片可以更接近你原始看到的那個樣子 簡單來說 你只要帶著ADC1A9出門 你隨手拍一張照片都可以拍得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你跟番茄琳奈一樣喜歡自己覺得自己是個攝影師呢 你還可以晉升到這支手機可以支援RAW檔RAW檔的拍攝 RAW檔其實是一般專業攝影師他們都會選擇的檔案的格式 因為RAW檔跟JPEG比起來它會保留了最原始的像素的資訊 所以讓你在事後修圖的時候你可以有更多的空間修圖 可是如果你跟番茄琳奈一樣喜歡拍專業的攝影照片 可是又不會專業的攝影修圖功能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沒有問題 因為ADC1A9還內建了一件美化的功能 除了你可以拍攝RAW檔的相片 它的照片不會失真之外 你還可以按一個小鍵 它就會很快的在幾段幾秒之內幫你做一件美化 這個功能非常非常厲害 原本拍曝光的地方它都可以搬救回來 原本拍不到顏色太暗的地方它都可以白發亮 因為這就是RAW檔跟一件美化的功能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除了剛剛RAW檔跟一件美化 那個其實是HTC獨有的一個功能之外 Hyperlapse高的動態縮時攝影也是只有我們才會有的功能 基本上它跟別的Hyperlapse不一樣 是因為別的Hyperlapse一般都是把很多照片 拿照片拼起來變成一個很快的影片 但是HD1A9的Hyperlapse是直接拍成一支影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光學防守這個功能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好用 我不太確定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 我之前吃滷肉飯那一支可以這樣推一片文章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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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的功能 非常的酷 講完了螢幕 講完了相機 我們來講公尚 HC1公尚 這次把全部的 雖然是路線軸跟之前不太一樣 沒有雙前置立體音響 可是它把HC公尚技術 完整的移到耳機的體驗裡面 你不要看它好像沒有輕功 它其實為了要把這個東西 做到耳機裡面 讓你們真的有感 可以聽音樂聽到最好的音質的功能 它把那個音源孔 就是 Audio Hijack 它把耳機的硬體的材質 也都做了提升 所以讓你可以用小耳機 也可以聽到大耳機的音質 而大耳機不管你有多大的耳機 你都可以聽得到 專業音樂人聽到的聲音 這個功能是我覺得很可愛的功能 等一下大家也會玩一個遊戲體驗 就是我們的 數一數二的指紋辨識功能 這裡數一數二其實是錯的 其實它就真的是數一塊的 我們是業界最快的指紋辨識功能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讓那個指紙直接印一下 你可以感覺到我們的時間 一便是它就可以換起音樂 而且還可以當作所謂鍵的使用 非常的酷 最後最後最後 搶償一口未來的一點 第一支非Nexus的Android M Marshmallow的手機 Marshmallow有兩個功能 是我們自己覺得最酷最值得提起的 就是Google這一次做了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Dose跟App Standby 這兩個技術基本上就是能夠讓你知道 你的手機放在桌子上 它沒有動派的時候 自動會將你的App進入一個 前所未有的休眠狀態 它不會吃你的電量 不會吃你的Wi-Fi的Traffic 它會直接放在那邊 你的手機可以變得非常非常省電 除了省電之外它的充電也會變得更快 因為HTC1A9會支援Qualcomm2.0的快充 搭配我們自家的HTC快充器 它可以快充的速度會變得非常非常有感 而且它已經準備好支援下一代的3.0快充 等於說硬體只要一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做到3.0的快充 讓你充電比誰都快 那看完這麼多的介紹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聽我的介紹 因為等一下還會有問與大家得HP的時間 所以最後再用一支影片來幫大家做複習一下 請看 所以讓你拍攝照看更加密密的 I'll make the music sound fuller I'll make plans come together easier HTC-1A9 Be brilliant 是 相信呢 剛才各位大大們都可以通過我們影片 了解到我們這支HTC-1A9 不管呢